画面上是由市府产发处和基隆市农会 共同合作的山药大餐 举办场地在基隆港海产楼 楼上楼下共有100桌被秒杀定桌 能有机会品尝到基隆知名的山药大餐 来用餐的民众相当开心 因为吃的不错很好吃 所以喜欢吃才来定的 很难定要排队排很久 很抢手一下子就抢空了 今年的山药特别好 因为我们这里今年没有台风 没有台风水 但是也很多被野生动物清洗掉了 也是有了 还好还有今天晚上 可以大家还要享用一下 山药大餐融合山海浓鱼新鲜食材 共有10道特色料理 活动现场辅惠贵宾云集 还有多位立委参选人也到场参加 大家都一致肯定 基隆山药的品质跟营养价值 这是一年一度的山药大餐的一个餐会 很开心 基隆市的品种都非常特别 非常的可口 所以非常开心 跟农会能够大家紧密来合作 把今年一年一度 行之有年的基隆的山药大餐的一个餐会 把它办起来 其实我们七堵的农会里面的这个山药 还有相关的产品 绝对是台湾首屈一指 也值得让大家带出去给 送给我们各国或是我们其他县市的宾客 因为我们的山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 吃过绝对战不绝口的一个产品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的渔业 物产风浪 其实我们基隆的农会 山药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跟厉害 那我最近去了市民农场 发现我们基隆市的柚子 也非常的厉害 我们一家我们来办这个山药这个枪会 每次这个电脑 一开始灯气 抢够一空 有什么样的 真的基隆的山药 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是最好吃的 而且我们基隆市农会 也非常的用心在这个 文章产品这一块 非常的用心在监影 在我们七堵七的马宁地区 还有那地区 这边是类似土质方面 各方面气候的 因素 所以在整个营养籽的话 仅是一巴西而已 现在等于说全世界的话 我们的山药是 鹤鹤有名的 第二名 所以说现在也 全台湾省都知道 我们每次山药餐 融会起办以后 定做以后马上就爆满了 这山药餐真的很棒 山药吃起来脆脆的 然后水分又够 还会有黏液 真的很不错 包括我们的山药 包括我们的树莓等等 那我们希望透过观光的方式 让更多人认识基隆的风土 也认识基隆的民产 那未来让文庭进入立法院 帮大家争取更多的观光预算 以及观光的建设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未来能够推动一个新的农业 是可以让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农产品 可以更有创意 然后可以让农产品的美味 以及创意 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也特别特别感谢 我们这个基隆的农会 长期以来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推动 而且脚踏实地的把事情给做到好 37号 哇 这个反应比较好 太好了 主办单位准备了丰富的摸彩品 邀请市长和议长进行摸彩 被抽中的桌刺 全桌响起了欢呼声 开心上台领奖 让来用餐的民众 度过了一个温馨快乐的夜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